彩虹邨球場 今天帶大家去一個打卡熱點 就是彩虹邨球場 Kamen這個地方很特別 很多人都去過是一個打卡熱點 好像說韓國年輕偶像都去那裏拍影片 現在帶大家去這個香港的打卡熱點 彩虹邨球場 OK Let's go 今天我們去一個地方 是彩虹邨的打卡熱點 彩虹邨球場 現在我們在彩虹地鐵站 剛剛出來 彩虹地鐵站的Logo都漂亮 七彩 彩虹地鐵站 現在我們出發 OK Let's go 彩虹邨不愧為打卡熱點 你看 連那個地鐵站也有這麼特別 這麼可愛的雕塑 你看大家 很特別 很漂亮 這就是彩虹地鐵站 這就是指示牌 我們找到這個C出口 ABC的C出口 然後我們找這個C3 C3出口就可以了 OK Let's go 這就是C出口 C出口 C出口彩虹邨 彩虹邨 我們向前走 找這個C3出口 C出口 C出口 C出口的行人隧道兩邊 就是之前的所謂的煉龍場 都有很多很多的鐵紙在這裡 這就是走進去C3出口的時候 會經過一個隧道 有煉龍場 煉龍場 想找這個C3出口也可以 但其實C4也可以 C4出口 現在我們在C4出口 C4出口也可以去到我們要去的地方 沒有問題 可以不去C3也可以 OK Let's go C4出口這裡 這邊就是個馬路 觀塘的馬路 我們就向這裡出去 然後轉左 轉左邊 然後直走 去找彩虹邨的球場 OK 我們向前走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向這個球場 彩虹邨球場的方向進發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看到了 這個呢 就是今天我們要來的目的地 彩虹邨球場 前面這裡就是了 彩虹邨球場 我們一路向前 這個叫做丹鳳樓 丹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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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這個呢 就是今天我們的目的地 彩虹邨球場 中央球場 我們在這個 旁邊有一條 樓梯 在這裡走上去就可以了 OK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 走完這個樓梯上去 多吸食級 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彩虹邨球場 那彩虹邨球場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來到現場看 你又不會覺得 好像很特別 那為什麼叫彩虹呢 因為彩虹邨就是在那些地方 你看那些 那個村子 全面 屋面 都是五眼綠色的 所以 都挺漂亮 所以叫做彩虹邨 中央這個球場 這個特色的地方 今天也挺多人 就是地下的 顏色 都挺鮮豔的 大家看到嗎 看什麼 球場的顏色 游得挺漂亮 剛剛在那個 屋邨的中間 雲雪 真的很多人來這裡打卡 打卡熱點 看看多多人在這裡拍照 這裡有幾個 這幾張椅子 韓國那些 年青偶像 在這裡拍影片 都是坐在這幾張椅子裡拍的 不是說笑的 你看看多多人在這裡拍照 不是說笑的 你看看多多 這裡有一堆 每個都是坐在椅子裡 擺姿勢的 是不是 多少人拍照 你看看多多人 這裡又有 又有幾個 這個女生的畫板畫得很好 這個女生在這裡拍照 彩虹村是一個香港歷史悠久的屋邨 應該都超過50年歷史的了 這裡其實是一個 一個小社區 住的人口 原來有4-5萬人 現在聽聞已經 少到 大概剩下2萬 因為其中很多已經搬走了 最傳聖時期住 這個4-5萬人 這裡有很多民生小店 很街坊的店 小店 這間加南士多 聽聞這裡開了超過50年 原來那個老闆 開店的老闆 在90年代已經移民 把這間店 頂了手 給另外一個人去做 做到現在 經歷了兩個老闆 加南 市多 什麼都可以買 聽聞這裡 街坊 多數都是在這裡買 都不會去白街 圍康 那些 因為這個小區 基本上是 為了方便 是來這些地方買 為主的 有些比較 很適合小孩吃的小食 很地道的小店 Hello老闆娘 生意好嗎 生意好嗎 生意好 當然好 一定好 2020年更好 生意差了一點 差一點 不要緊 那些社會問題 就發解決 是啊 那你這裡 做了多久啊 幾十年 幾十年 是啊 那這裡 你們是民生小店 那麼 比白街圍康更厲害 也好 聽聞就這樣說 哈哈 說中午 下午 晚上 三節時間 你們很忙碌 早餐 午飯 放學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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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還有些 買五金 五金用品 雜貨店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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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 сейчас 早餐 現在很少有的 要找這些,要去到新界才見 你們看招牌就知道 很耐力試 這些店舖現在很少有 什麼都可以買 有一間雜貨店 還有一間比較新式的西藥店 中西藥店也有 今天我們這個彩虹村打卡熱點 彩虹村球場的 之旅到此為止 下次帶大家去另一個區 看看有沒有景點 和大家分享 謝謝 下次見